嗨 大家好 今天比较特殊 你看我跟我老公两个人 一起送他去上班 其实也不是上班了 就是去实习 那平时他是没有这个待遇的 他都是自己坐地铁过去的 因为今天是他上班的最后一天 那么我想借这个机会 来看看他的工作状态 参观参观 对 这里其实就是皇甫江边了 对 要到了 就在这附近 周围都是以前的士博的掌管 平常已经没做了 是吧 出来就是了 大烟囱 大烟囱 过去是男士发电厂 这里就是我女儿去年回上海以后 来的第二份实习工作的地方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平时上班的话 也要这么和我们一样排队 不排队 我是走另外一个门 今天算陪我们下了 会影响你等一会儿讲解吗 不会 现在11点钟 我11点半开始 这就是你上班的时候 对吧 对 对 11点半的 我们讲第一场了 最后一次 这边你可以免费就看了 你的二楼三楼 还会需要你选票 你现在我第一场不是11点半吗 那现在11点多 我等一下我上去放放东西 我准备一下 然后我们在这里等你了 11点半对吧 行那我们先自己随便看看 你上去吧 你上去吧 准备一下吧 好 拜拜 女儿时期的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位于黄埔江畔 是一座充满了工业风格的建筑 它的前身是建于1897年的南氏发电厂 2010年上海开世博会期间 浦江两岸的许多建筑都进行了改造 而这座厂房被打造成了世博会五大主场馆之一的城市蔚来馆 那座高165米当年的电厂烟囱 变成了展示城市实时气温的巨型温度计 而内部是一个独立的展览空间 成了上海的城市地标之一 世博会结束后 蔚来馆变成了现在的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它是中国大陆第一家公立的当代艺术博物馆 也是亚洲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展览盛会之一 上海双年展的举办地 平时免费向公众开放 不过特展的时候会收取费用 我来两张 有许微信 微信 这两个导览机 一个是当压现金 一个是压设分证 这就是 您有现在讲解的那个 第十三届上海双年展 这一届的主题是水铁 你现在已经打开了对吧 直接戴耳朵上 他待会说了我们就听得到的是吧 好的好的 这里是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他每周的话可能有那么一到两天 在这里做一个导览的讲解 今天我们来看看他讲解 今天我们来做观众 开始了 开始了 欢迎大家来到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来参观我们第十三届上海双年展 谁起 我这边的话导览是一个小时 所以说大家就先跟着我把这场导览看完 然后可以再自己回去评我一些作品 那我就先来介绍一下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和上海双年展的一些历史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话 时间于2012年 时间过得很快 去年因为疫情回国 女儿已经在国内上了一年的网课 这一年中除了学习 她也在上海尝试着各种的实习机会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每年会举行许多的特展 也会面向观众 对展览的作品进行一些讲解 它是把那种土质放在一起 我觉得它一个多小时 不知道到底是背出来的 还是自我理解的 应该是理解的 不过它之前跟我说的 他们就是说会有一个大缸 然后再把它融会关通 吸收了以后再作为导览 再讲给观众听 女儿在大学里修了一部分的艺术课程 不过主要也是想锻炼一下自己的口才 所以从今年春天大而开学以后 她就一周两次在馆里做起了公众的导览 相比去年寒假第一份工作时的状态 我们觉得她成熟了不少 不过最近暑假到了 她为自己做了一些新的计划 所以今天是最后一天来管理讲解了 我们先看一下她一起下去 对 那儿子还她给她 好的 辛苦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和你爸爸看了一下 你要讲了有一个小时了 是一个小时 你今天的好多人跟在你后面了 没有 有的时候看到我们这边在小时 帮她去把她的设备还一下 等一下正好是中午休息的时候 那我们就一起去吃一家东西 好的 来 这家是老北京蒜羊肉 它还蛮有名的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来过 三位 哇 哦 在外面吧 好 我们就去看一下等 我刚刚可以看 European 这里的好多就是门一太 啊 直接外面就是看皇土家的 那个大烟囱嘛 标准建筑吗 上海上台跟在游戏总管嘛 对 就在这个位置 如果有船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快去 大概只有七百米去 两百米来 油过去好了 油过去啊 这是牛肉是吗 牛也 牛也 够了吗 你们的餐饭肉 够啊 其实呢 到上海当代 因为是博物馆里边的这份工作 是我女儿就是说 去年回上海以后呢 一二份实习工作 对吧 之前那一份工作 大家知道的呀 就是在淮海路的一些字路里面 做行政工作 今年开学了以后 他没有办法坚持每天去了 所以那份工作就不做了 自己又去找了现在的这份实习工作 那你这份实习工作应该怎么介绍呢 就是上海当代区博物馆的一个 实习生 但是也像志愿者 因为我朋友拿工资的 工作是这样的 没有一个时间上的限制 他一周去两天 但是因为是政府企业嘛 没有实习工资 但是我女儿觉得他这个倒是也不首位 我们大学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不断的试错 等于之前是外企企业的 现在又是国家的那些事业单位 看看自己到底适应在 同样一种环境下就去工作 后毕业了以后 无论是你工作也好 还是你继续深奏 有一个方向 对 其实比起之前 外企写字楼的良好办公环境 这里的工作条件并不优越 不过工作时间比较自由 女儿可以边读书边实习 同时也感受一下博物馆的工作状态 于是开学后就换了这份无薪的实习工作 这一份工作呢 就是坐下来已经做了一个学期了 今天是他的最后一次了 对不对 因为接下来马上就要放假了 应该说你已经放假了吧 对不对 他那想利用放假这段时候 考一个法语证 主要是一个法语证 对对对是一个法语本品 怎么说呢 就是说他之前吧 我们上国际学校的时候呢 他学了一个二外是法语 可是进了大学以后呢 就一直这么荒废着 那他也觉得很可惜的 就想利用寒暑假的时候呢 就是报了他们学校里的那个课程 希望能够在毕业之前呢 把这个法语读出一点成绩来 有两个文凭了对吧 他修的是两个专业嘛 这样如果再有一个法语文凭的话嘛 他自己觉得竞争力更强 好双专业加个文凭对吧 双专业加个文凭 年轻称年轻的是多学点 对吧 是啊 吃饱了 我吃饱了 吃饱饱了 我们家胃口还算小的 那三盆肉就把它打倒了 老北京的口味还是量满足的 麻将很好吃 很可惜的 那边也吃到 麻将是蛮好吃的 那个羊肉可以打包过来 你喜欢吃蒜吗你就打包回去 他不喜欢浪费 他什么东西吃不了都要打包的 三百四三啊 这个大众点评有优惠吧 没有抵温圈了 现在过去应该不会耽误你下一场讲解的 应该不会 你爸这里车子开过去快点行 到了到了 到了 好了那就送到你这里了哈 你待会这一场讲好了你自己那么坐地铁回来 好吧我们就先回去吧 帮你了 好好我走了 拜拜 拜拜 好喽他上班去了 那我坐到前面来了 哎呀我们也走了 啊 好了我们送完了女儿以后呢 他管他去上班 那我们就先回来 嗯 今年夏天呢他等于说是有自己的安排了 那么其实我们俩也有我们的打算啊 上海的黄备天呢虽然是过了 不会呢整天的英语连绵 但是呢真正的高温季节呢也要到了 那么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嘛 我们可能也回不了槟城了 所以呢我和老公商量呢 可能我们就到中国一个相对比较凉爽的城市呢 去住个一两个月 BB鼠 对对对BB鼠 这一次的话呢等于就我们两个人了 老小孩也有安排 因为上海的那些老阿姨们有习惯的 喜欢夏天到山里边去住一段时间 农家乐去 哎对他们去农家乐了 包吃包住的 嗯 那接下去就是我们俩了 我们俩去度蜜月去了 哈哈哈哈 度蜜月 就这一步啊 好好好 嗨大家好 我们叫的车子来了啊 普通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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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er Tier 好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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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